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整天都会有一阵一阵的阵雨 大家外出千万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目前看起来在未来这几天 新南风还是持续的是比较强一点点的 所以特别提醒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天气状况真的是很不稳定 鉴雨落滑 外出 骑车 开车 都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 所以正题来说呢 在明天的天气部分 跟今天很像哦 新南风持续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呢在嘉义以南持续有一些震雨 而在北部地区呢 则是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 山区发展出来的一些午后热对流 再慢慢的扩展到平地 所以呢在中午之后 北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展的机会 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 还有宜兰还有这个花莲的北部地区 都是持续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情况 大家外出都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而在气温的部分都是相当闷热的 32度到356度左右的高温 潮湿闷热的感觉会一直持续下去 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明天见